地表最强父子大战竟然还未结束 此时任牙已经倒在地上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 可他居然利用鬼脑放化出虚想 再次向永次郎发起攻击 就在刚刚 永次郎用杀死任牙母亲的方式击败了任牙 随着永次郎松开手掌 任牙也重重地摔在地上彻底丧失了战斗能力 看着倒在地上的任牙 永次郎无奈地抓了抓头发 这场令人惊心动魄的父子大战终于结束 既然如此也没有必要再打下去 毕竟他永次郎也不是一个冷户无情的论 永次郎缓缓地向前方走去 见此所有观众都纷纷为永次郎让开了一条道路 可就在这时 永次郎好像突然被什么东西踢了一顿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永次郎回头对着趴在地上的任牙 露出了一个和善的威胁 原来刚刚永次郎被任牙想象出来的虚想踢了一顿 这究竟需要有着功的强大的斗子 才能在肉体已经失去行动的秘识 还可以用斗器放化出蓄影向对手发起攻击 可面对任牙的攻击 永次郎却没有丝毫夺躲审 他在用心感受任牙拳头中想要捕他 突然永次郎将手从口袋掏出 此刻他已经彻底明白了任牙的意思 得到了父亲的回答 任牙也停止了攻击 只见永次郎张开手掌 他要为任牙亲手做一顿饭 难以置信 永次郎的手中居然凭空出现一块豆腐 接着他用想象出来的刀 将所有的食材切好 然后放进锅中不停地搅拌 不一会 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味增汤就做好了 此时任牙已经听不到任何声音 但他还是感受到父亲想要点大声 永次郎缓缓地坐在任牙的面前 任牙看着眼前这碗简单的味增汤 或许这是他父亲唯一能拿得出手的 可对于任牙来说已经完全足够了 就这样父子俩在上万人的注视下 坐在了一张桌子上 永次郎慈爱地提醒任牙 再不吃就要凉掉 于是任牙也不再客气 拿起碗筷当着全世界的注视下 开始吃起永次郎给他做的豆腐 对于父亲的花人牙并没有回答 而是一把先翻了桌子 永次郎急忙去接住空中的网筷和桌子 可还没等他发火 手中的东西却都消失不见 就在永次郎不知所措的时候 任牙的一句父亲将永次郎从茫然中唤醒 因为任牙知道永次郎是可以感受到那种汤的 所以刚刚他才会通过先翻桌子来维护父亲的尊敏 此时永次郎也明白了任牙想要表达的意思 得到了父亲肯定的回答任牙 心满意 在永次郎的眼中 强大的标准不仅是要战胜一切武器 更是要有着贯穿意志的力量 曾经的永次郎很强也很任性 因为除了永一郎没人能管得了他 但就是这么一个强大的脑 却有着一颗比谁都善良的心 在看到那些饱兽战争疾苦的人们时 永次郎毫不犹豫地站在他们面前 用自己强大的实力为弱者发声 在面对那些欺负弱小的士兵时 永次郎发誓要将他们全部拆 而这就是永次郎作为强者 所要贯彻的真正意志 如今任牙也领悟到了 这种贯彻一切的意志 所以永次郎决定 在此将地表最强生物的称号 让给任牙 现场的观众瞬间沸腾 新的地表最强生物诞生了 奥利巴等人皆是一击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永次郎竟然会主动认输 在众人的欢呼中 任牙缓缓地从地上站起 可此时他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 也并不知道自己 已经成为了新的地表最强 在他的印象里 最终是永次郎将他打倒 要不是父亲手下留情 他已经被杀死了 顿时上万名观众 高喊着永次郎的名 永次郎没想到地表最强生物的称号 又回到了自己的头上 就在这时 德川宣布这场地表最强父子大战 已经分出阶 而看完这场战斗 他的癌症也完全治愈 至此地表最强父子大战 终于拉下 我是阿牧 如果喜欢请多多地来收藏 让我们继续追踪 谢谢大家